周大官文教基金会自民国86年推动全球热爱神明运动 至今一共表扬横跨七大洲来自71个国家416位的得主 这天基金会约选在厚礼的启明学校举办颁奖典礼 并且邀请到了九位获奖得主献身来分享 其中启明学校的国中部学生周圈伟这次也是得主之一 而这文章会也希望透过分享交流带给大家启发 勇敢迎接生命中的每个挑战 优美的琴声让人听得陶醉 来自日本有一支钢琴天使之称的延祁花奈慧 不受身体残缺束缚 优鹰跟手指头和妈妈一起演奏出希望乐章 也因为对生命的坚持 让他获得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颁发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殊荣 我希望透过音乐 将来也是透过音乐来传达我的爱 不管他在生命的各种领域 主要他是努力 主要他有爱心 主要他有行动 他能够挑战极限 能够活出希望 都是我们全球热爱生命奖章颁奖的对象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推动全球热爱生命运动已迈入第25年 今年也从全球各界推荐的2954位候选人中 决选出25位生命斗士 这天也选在后离请民学校举办颁奖典礼 并邀请九位获奖得主献身分享 其中请民学校国中部学生周宣伟 也是这次的得主之一 我非常喜欢音乐 但学习过程中挫折和瓶颈 却比一般人还多 但我必须克服 所以我会不厌其烦 反反复复的练习 这些过程让我了解 唯有不放弃才有希望 它纯正的特质 带给很多学校 不论是高中 国中小的同学 都也对于生命 对于乐器的学习 都会有一番期待 尽管双眼全盲 但周宣伟不向命运低头 靠着不断努力练习 向外界展现出全能的音乐天赋 他也期盼未来能够用音乐 被世界看见 而基金会也强调 透过分享交流 希望带给大家启发 勇敢迎接生命中的每个挑战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